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才会使用单位圆上的点 来帮我探讨sin θ 跟cos θ 的性质 这就是我们这个章节最重要的观念 好 那首先老师先用desmos 来帮助同学观察一下 那我的θ 变动的时候 我的坐标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里是以下的步骤 我们先输入方程式 x 平方加y 平方等于1 就是把单位圆画出来 接着呢我们再把它调整到可以显示角度 好 再来呢我们再输入点坐标 那这个点坐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x 坐标是cos θ y 坐标是sin θ 那我让这个θ 是a 这个变量 可以一直动来动去 那我显示出来的点呢 是不是就会随着改变 我们来观察它的图形 那其他呢这个选择它的level 就是要显示动画 那等一下老师会用影片解释哦 同学首先我们输入x 平方加y 平方等于1 那会得到一个单位圆 然后接着呢我们在上面工具扳手的地方呢 按下去可以选择 这样子呢就会有角度出现 接着我们再输入x 坐标是cos 那你可以在函数的地方按cos 那变量让它是a 那逗点之后呢再输入一个sin 那一样的变量还是a 这样子同一个角 好 这里有个新增滑感 请你勾选它 还有这个level也把它选起来 接着呢我们再到a里面去 把我们的增量 是5 那范围呢是0到360度 A 这样子呢 你按左边的三角形 它就会自动播放 那同学也可以自己用手移动 到你想要的角 去显示它出现的这个坐标的值 那你看它有正有负哦 就表示我的sin cos呢 有的是正有的是负 会随着角度的大小而改变 好 有了刚才的图形 帮我辅助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 三角比呢 是不是会随着角的位置 而有正跟负不同的变化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呢 x坐标是cos θ y坐标是sin θ 那如果今天我的角出现在第二向线 这个时候θ呢 在它的单位圆上 中边上的这个点 它的坐标就会x是负 y是正 对不对 所以第二向线呢 每一个点 它的坐标正跟负 表示说如果我今天的角是第二向线角 它的cos就会是负的 sin就会是正的 那其他向线呢 第一向线的话都是正的 对吧 所以瑞角的sin跟cos都是正的 那如果第三向线呢 因为不管你中边是在单位圆上哪一个位置 它的x跟y都是负的 所以第三向线角的sin跟cos都是负的 那第四向线 它是正跟负 换句话说 它的x坐标cos是正 y坐标sin是负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归纳出 只要y坐标是正的话 就是表示它的sin都是正的 对吧 所以一二向线角 它的sin都是正 那这个x呢 是负责cos的 对不对 那所以x是正的时候 表示这些地方 它的角cos都是正的 那也就是我的右半边 那这个第一向线跟第四向线的cos 都会是正的哦 好 那剩下来的第三向线呢 因为x跟y都是负的 所以它的相除 对不对 得到tangin 就会是正的 那第一向线 因为大家都是正的 所以全部都是正 那这个呢 同学要多想几遍 把它牢记 因为之后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向线的角 那需要判定它的正负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x坐标是负责cos y坐标是负责sin 那tangin呢 是x跟y 同时考虑 同号的话 tangin就是正 1号的话 tangin就是负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这里呢 老师没有画出角哦 那但是我有90度 180 270跟360 让同学去快速的看出 它是哪一个向线 再判别它的正负 第一个 tangin320度 嘿 对 320是不是在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正负 所以tangin是负的 好 再来 220度 220在第三向线 对吧 第三向线的sine 就是y 哦 负的 再来cos314度 314度 在第四向线 那cos呢 是x坐标 所以第四向线 x为正 好 接着tangin78度 啊 78度是锐角太棒了 一定都是正的 再来sine-50度 -50度 是第四向线角 第四向线的sine是y坐标 诶 是负的 对吧 再来cos123度 123度是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cos的x坐标 是负的 再来107度 也是第二向线 但是sine是y坐标 第二向线的y坐标为正 好 接着tangin-100度 诶 要往下画 是的 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xy都是负的 所以tangin为正 好 接着sine110度 诶 是第二向线 所以sine还是正 cos215度 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的cos是x坐标 为负的 好 这样你们熟悉了呢 可以多练习几遍哦 好 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正负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单位圆上的点 来帮我探讨90度 180度 270度 还有360度 他们的sine cos跟tangin 分别是多少 首先看一下90度 90度的话 它的x坐标是0 好 y是1 换句话说 我的cos90就是0 sine90就是1 好 那180度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x坐标是负1 所以 表示cos180度就是负1 sine180度是0 那这个 270度呢 它是0负1 也就是说 它的cos是x坐标啊 所以cos270度是0 那sine270度是负1 好 那360度跟0度是同界角 那0度的时候 同学注意到 1是cos cos0度 cos360度 都是1 而这个sine呢 是y坐标 它是0 同学 这样死记呢 其实很无聊 对不对 那你要记得我们的 做我们的 这个重点就是 x是cos y是sine 那tangin呢 再把两个相除 好 那这里我们再特别强调 tangin θ 因为是x分之y 所以当我的分母x为0的时候呢 我的tangin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对吧 那图里面哪里 x坐标是0呢 啊 对 90跟270 所以呢 tangin90度 跟tangin270度 这两个值啊 是不存在的 如果题目问你 你就说不存在 没有办法计算 好 来我们再做个练习 sine180度 同学来想 sine是y坐标 180度的y坐标 0 对不对 好再来 360度 360度是0的位置 那cos是x坐标 0度的x坐标是1 再来 sine270度 哦 y坐标 -1 90度cos x坐标 90度的x坐标 0 tangin180 180是-1 0 所以分母是-1 y是0 所以它也是0 再来 sine0度 0度的y坐标是0 sine90度 sine90度的y坐标是1 对吧 tangin270 啊 刚才说了270的x是0 所以它不存在 好 再来 cos180 cos180 180的x坐标 是-1 sine-90度 sine-90度 就跟270的位置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sine-90度 y坐标是-1 这样熟练了吗 好 同学多想几次哦 好 最后呢 我们来再把重点强调一次 当我把theta的角 它的中边上呢 跟单位员交点的位置找到之后 这个点的x坐标就是我的cos值 这个点的y坐标就是我的sine值 那所以呢 由角所在的向线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正还是负 同时呢 我也可以去得到90度 180度 270度 360度 这些轴上角 它的三角比可以直接由坐标来辨认 好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利用单位员做的事情还更多 但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课程重点 所以同学可以自己去探索 好 比如说你可以由它的x坐标 y坐标是怎么样增加减少的呢 这样去观察出角的变化 得到三角比的递增 递减的性质 那也可以呢 利用不同的角 对应到不同的坐标 那我就可以比较它们之间的三角比了 好 这个单元就进行到这边